嗨 大家好 今天我們又要來大衛網挑戰 今天來到了台南 以往我挑戰的項目不外乎就是 火鍋肉片100盎司 牛排100盎司 還有100盤的壽司 那我完全都沒有挑戰過包子饅頭系列的 那今天就來到了這個包喜饅頭 因為據說它的這個包子饅頭的種類有多達35項 讓我在挑戰的時候比較不容易吃膩 我們趕快來夾包子吧 因為看起來都是剛出爐 非常的好吃 挑戰起來 出發 好啦 那我們就趕快來夾我們的包子饅頭 它這個選擇真的很多耶 都不知道怎麼夾了 夾這個好了 謝謝 哇 會爆漿 我應該會先夾一些些 因為我東西想要趁熱吃 對 應該五個五個危機組好了 前面的都夾超多的 你好 請問你們這邊有熱的嗎 有啊 這邊有肉包 那我有一個熱的 好 那你想要吃什麼嗎 有什麼推薦的嗎 有 假如說我們現在菜單裡面有很多 像是我們的肉包啊 麻辣肉包都是最精最足的 好啊 那我各一個好了 好啊 各一個 好 我們還有一個 你有沒有喜歡吃芋泥呢 也不錯 我們有芋泥的那個包子是一件 今天手工打的 好 那我要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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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做定位啦 馬上來開始挑戰吧 第一個呢 我們來吃巧克力味道的 其實聞起來很香耶 裡面是有乳酪餡的耶 好誇張喔 哇 它這個乳酪味道 跟巧克力混雜得剛好耶 重點是它的這個 麵皮啊 很軟酥 對 第二顆 蔓越莓乳酪 哇 它這個蔓越莓粒 酸酸甜甜的 配搭在這個 饅頭上啊 多一點那種 噴汁的效果耶 它這個乳酪 跟上一款那個巧克力的乳酪是一樣的 都是帶有一點奶味 那也不會到太甜 好 那我們第三款來試一下他們家的包子 他說這個是麻辣的 試一下 這應該還蠻有趣的 裡面都沾滿了它這個麻辣的味道 試一下 嗯 很香耶 而且真的很麻辣 很像那個麻辣鍋 超酷的 超酷的 它這個肉味道也很帶勁 哇 我真的需要喝一點東西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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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哇 喝一下豆漿 喔 早餐店的感覺 讚 現在他們在吃第四個 金沙奶黃包 而且它都是 幫我換成熱的耶 這感覺很像是那種港式的點心 放大版 你看 超級大顆的 嗯 裡面的這個 金沙會燙耶 哇 我們現在來吃一下它的餅乾好了 這感覺很像是外表啦 感覺像是那種吐司麵包拿去烤嗎 對 它有點像是吐司麵包 嗯 然後它是有那種孔洞的 這感覺拿來泡那個牛奶也是超爽的 它有帶有一點微微的那個蜂蜜味 好 等一下繼續吃 今天主要還是挑戰這個包子饅頭啊 目前進度來到了五顆 而且其實他們這個 每顆都超級大的耶 我目測大概有200克 試一下 哇 這是芋泥的 而且它這芋泥這顆超級重的 很實在啊 它這個泥亮 而且它的芋泥是那種 帶有一點微微的那種 芋泥塊在裡面的 它不是完全都是泥 接下來下一個 哇塞 它這個芝麻也給的太多了吧 這是黑糖桂圓芝麻的樣子 而且它底是這個黑糖的 其實我本身不太喜歡吃那種純白色的 我喜歡吃紫色跟那種咖啡色的 那吃起來味道會更有層次 它剛開始是那個黑糖饅頭的甜 再來就是那個芝麻香 會慢慢的散發在你嘴巴裡面 再下一個我覺得我自己最有興趣的 因為它上面寫說它是這個芋頭麻糬啊 因為我本身真的很喜歡吃芋頭 我又喜歡吃麻糬 我們打開來看一下 哇 它是真的會牽這個麻糬的耶 好誇張喔 這個絕對要趁熱吃耶 它這個爽度會黏在你的嘴巴裡面 完全張不開嘴的那種黏感啊 好爽 而且它這個麵包皮上面還有一點點 這種芋頭的小碎塊 再下一個我們來吃這個叫做瑞士蓮 哇 它這個巧克力底色的 這個饅頭也感覺很好吃耶 試一下 這個巧克力是帶有苦味的那種耶 我喜歡 因為有些巧克力都做得太甜了 我來試一下巧克力醬 巧克力量是甜的 它這個饅頭皮是比較帶有一點苦味的巧克力 也不錯 這款它加熱到會脆耶 它這皮 會脆 也蠻特別的 它這個醬超多的 它這餡料太多了 我嘴巴現在 各種顏色啊 那我們再試一下這個 應該是鹹的 起司白根 嗯 這應該是火腿吧 喔 弟弟喔 弟弟 它裡面有放著很多黑胡椒耶 很香啊 而且我其實現在吃到第10 應該第10顆了 我覺得他們的麵糰啊 咬起來都很Q耶 而且有一個奶香 那種麵糰是讓你越咬越香 都吃不膩 好 那我再去 好啦 那我們第二回合就拿來了 直接又再多拿了12顆 好 我們趕快開吃 這個是起司跟香腸的 這個也在冒煙耶 很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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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覺得它的煙燻味跟它的這個 麵糰真的都很搭耶 所以它的香腸是帶有那種 嚼勁而且會脆的 咬下去 咬斷的時候都會cut的那種色列 好 那我們再試 黑糖麻糬 它這個麻糬好像是 直接把它弄在這個饅頭裡面的 嗯 這個黑糖味很重喔 我很喜歡 而且是會甜的那種 而且你吃得到它這樣一層一層的感覺 這個豆漿跟它這個黑糖的甜味 好 那我們再試下一個 熔岩芋頭起司 哇 它其實光外表就可以看得到 很多這個芋頭塊耶 你看芋頭跟起司也會淺 嗯 哇 厲害的 好 那我們再試一下 又是麻糬啦 這個是黑糖紅豆麻糬 一樣還是很甜耶 哇塞 嗯 哇 它這個紅豆泥很扎實耶 整塊一大朵的 跟它這個麻糬黏在一起 好爽喔 而且我發現它們的這個黑糖味的這個 饅頭啊 就是你越咬 它那個黑糖的甜味也會越來越明顯 很厲害耶 紅藜蔓越莓 哇 它這是高檔貨耶 用這個紅藜 健康的 上面還有加一點 哇 哎呀 蔓越莓給超多 它乳酪也是那種帶有酸甜酸甜的 跟它這個蔓越莓很搭 我現在喝它們的米漿 超級稠的 而且跟那個包子饅頭也很搭耶 好 那我們再試一下 這個是72%朱古力 滿滿的巧克力 哇 很Q耶 巧克力也是苦甜苦甜的 巧克力也是苦甜苦甜的 大人的味道 好吃 好 下一盤 香蔥花卷 哇 它上面的蔥其實給的算滿多的耶 這很比較傳統的古早味味道 這很比較傳統的古早味味道 剛前面都是吃甜的 然後中途換給甜的 好像味道上的變化真的有用 再試一下陽光起司 再試一下陽光起司 哇 它起司滿濃郁的耶 因為其實前面我也有吃到起司 但是 因為前面的起司都是混搭那種 那是煙燻的香腸啊 所以反而比較沒有吃到起司的味道 現在吃得到 它的起司真的滿濃郁的 嗯 跟它的這個 皮啊 味道搭得很好 下一個我們來吃這個 烏谷野莓 這個感覺 這邊的長輩應該還滿喜歡的 其實這個 真的還滿養生的 而且它越咬越有那個甜味 其實這款越嚼越香耶 我好像越來越喜歡它了 因為它其實裡面的這種 種子類啊 特別的多 然後還有這個蔓越莓 好那我們再試一下這個 顆粒花生 它這個跟剛剛那個 我們稍早第一盤吃到那個芝麻 還滿像的耶 就是它的這個料啊 都直接把它鋪滿在這個 饅頭上面耶 嗯 試一下 嗯 它這個花生很有趣耶 它把它花生已經感覺到 弄成泥狀了 它跟一般的那種花生醬 比較不太一樣耶 花生是師傅自己磨的 嗯 哇塑 我覺得你現在吃到幾公斤 幾公斤喔 嗯 嗯 吃到耶 因為它其實有些大有些小 但是我覺得大概 一顆都非常的大 非常的扎實 對啊 但是就是味道一直有在變啊 不然如果單吃然後是那種白色 我可能十顆就陣亡了 哇我覺得我這個 一定要甜鹹交錯一下 馬上再去點了一個肉包 對 鹹的不然我剛剛看到這個 覺得哇怎麼又是甜的 馬上來吃一下肉包 感覺剛拿給我的超燙的 哇欸吃很多 我覺得它這個肉包的這個內餡啊 跟剛剛那個我第一個吃到的麻辣的內餡 是一樣的耶 它這個肉很鮮耶 而且它這個沾到它這個肉汁的這個皮啊 內餡 那種 綿綿滑滑的感覺 其實我吃包子不喜歡 就是最喜歡的就是它裡面這種 綿綿滑滑的感覺 配一點肉汁啊 就有點像是白飯加滷汁的那種概念啊 那它只是把它換到這種包子上面 好那我們再試一下這個 感覺是五五雜糧 然後再加起司的 嗯 剛剛吃了一個鹹的 馬上再回來吃甜的 它那個甜味又再更上一層樓耶 然後一樣搭配他們家這個 濃郁的起司 哇我咬到那個種子超香的 好那我們來吃最後一個牛奶巧克力 哇這種搭配怎麼可能會累咧 對不對 牛奶跟巧克力 哇 而且它這種做成千層的其實我都覺得 蠻有口感的耶 就是你如果是這樣子側面咬 真的是咬到一層一層的感覺 嗯 吃進去的時候還是那種牛奶的味道 再來就是巧克力的那種甜味 而且越咬越香耶 這款也是那種可以吃不膩的那種 哇吃完了 我覺得我剛 蠻剛好的 35個品項應該是 沒有辦法挑戰成功 不過 我已經 挑戰自己的極限了 好那我們就 等一下再去 外面做個結尾吧 挑戰完啦 那真的是非常的飽啊 今天總共吃了 21顆的包子 以及饅頭 那來講一下印象比較深刻的好了 印象比較深刻的話呢 像是第一個我吃到那個巧克力 跟乳酪的那個結合啊 以及半月美跟乳酪的這個結合 這兩個我都覺得非常的好吃 以及他們那個 被牽絲的那個麻糬 芋頭麻糬 哇那個真的是 我自己本身真的是很喜歡芋頭啊 然後再搭配這種脆的麻糬 那真的是超級無敵的 今天吃到的這個包琪饅頭啊 那現在呢 除了南部的總店有之外呢 他現在在高雄也有開一個分店 所以在南部的朋友想買的話 可以到他們的門市去購買 那如果在北部 或是中部的觀眾朋友 想要購買的話 也可以打電話 或者是網路上面 宅配喔 那如果喜歡這種 帶網挑戰系列 記得鈴鐺一鈴鐺 給他起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